近日,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冰屋火锅,不少游客被形似大贝壳的冰屋所吸引,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,并走进冰屋品尝火锅,体验冰火两冲天的神奇。 1月13日,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室外温度零下26摄氏度,记者在冰屋内看到,用冰塑造的房屋、桌椅、吧台、酒杯等物品经营又别致。 大批游客在极寒环境中涮火锅,喝啤酒。 刚路过这儿的时候觉得挺新鲜的,然后就进来看一看,然后品尝了一下这里的这个火锅,感觉这种体验挺奇妙的。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在冰屋里吃火锅有一个秘诀,就是一定要快点吃,不然菜品就被冻上了,最好是吃完一道菜,再点下一道菜。 我觉得你们这火锅挺好吃的,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麻将的,我涮着涮着它就要结冰了,挺动的,也挺有意思。 然后就像我朋友,两个朋友在那喝酒,然后我们这冰杯也挺有创意的,我们挺喜欢的,特别好,特别好。 据了解,冰屋火锅屋顶采用了冰雪复合材料,加喷射方式的先进冰雪建筑技术,是先把一个巨型磨结构的气球充满气体,然后将制作好的复合冰用喷射的形式覆盖在这个模具气球上,形成厚达25厘米的冰雪层,最后停止充气,移除磨层,冰壳建造就完成了。 如果说四人一起用火锅的时候,这屋就能达到零度,可能说上课时间会晚一些,但是课流量特别大,就是全国各地啊,是国外国内都特别多的人,都想体验一下这种冰与火的感受吧。